佛教里头 像世间学校一样 有小学 有中学 有大学 有研究所 世尊当年在世 教学49年 最初12年 教阿汉 小陈教 人听小陈 在这个阶段 之后八年 教方腾 这好比是中学 往后22年 教薄弱 好比是大学 最后的八年 讲法华锦 好比是研究所 它有次第的 我们学习 不能 练的 可是 剑宗呢 是个特别法门 可以说 可以说 他不在 这个系列 他也不出 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是个特别法门 那么基础的教育 要不要学呢 应当要学 要没有学呢 没有学也能往生 这个就没有了 我们前面读过 无腻食物 毁棒佛法的人 都可以往生 这法门 广大了 不能不离人 感动啊 啊 为什么 因为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 皆有佛心的 为什么做坏事 是没人教他 他也使迷惑 做错事情了 甚至遭 无腻食物 毁棒佛法 这个罪比什么都重啊 这是迷惑颠倒造的吗 只要能够忏悔 只要能够回头 求生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对你过去这些错误啊 不计较啊 你到极乐世界 好好学习 那佛还是接受你 不排斥你 那么主要晓得 只有这些门 八万四千法门 只有这些门 其他的法门 难啊 很不容易成就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得修许 决定不能修和 人听 效法 在这方面 在中国 有传统的 儒师道三家的教学 特别是 特别是儒家的 无能 无常 四维 八德 从这个地方 咋根 最近这十几年来 我们提倡 弟子贵 用意就在这里 把做人的教育 弥补过来 我们修福 这就顺利成长了 所以 效仰父母 奉尸四长 落实在弟子贵 不能不忠实 我们自己 实行他地 念佛求生进度 可以 忏悔 也这样就行了 可是 如果要发心 讲经 教学 度化众生 那这个 扎根的教育 就非常重要了 你将来教学 能不能成功 决定在基础 这根厚不厚 没有如是道 这三个根 你将来教学的成就 一定是很有限的 这非常重要 所以 敬业三福 这第一条 就是扎根教育 孝亲尊师 落实在弟子贵 痴心不杀 落实在感应片 后面 修士善业 这是如是道的三个根 有这个根 我们才学习 学佛 才入佛门 受持三规 居足 众介 不凡 伟 众介 众是众多 三藏经典里面的绿布 是恒大的分量 绿藏的根 是沙弥略意 十条戒 二十四门 尾 这是佛法里的根 本戒 在家修佛 根本戒是五戒 五戒是神 出家的根本戒 是沙弥略意 不做到 就等于地和树 没有根 怎么样去培制他 他都没有办法 开花 结果 没根 不能够 建立 所以这个重要 不需要吧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